Germino Libertario,来昂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的表达器官FIJA,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开始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结果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表面上具有谜语性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学说的捍卫者声称只有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是有充分道理的。 同质性有助于人类解放斗争中的连贯活动。 问题如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稍后我们将看到,根据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可以用非常不同甚至矛盾的方式来回答他。 现在,让我们将自己限制在某些确实会影响故事的及时实践中。 1936年,在弗朗哥·Franco取得胜利之前,西班牙出现了三大潮流,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官方共产党和马克思统一工人党POUM。 这些潮流中的每一个都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潮流,是马克思思想的唯一真实的代表。 但是共产党称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叛徒未成员,并声称它违反了共产党宣言和首都中规定的神圣原则。 继续巴伯罗、伊格莱西亚斯、海梅、维拉霍巴伯罗、拉法格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和理论家对此作出回应,谴责了试图在一个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并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植入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经济特征资本主义集中,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重要发展、农业的技术进步,以及消除了过时的土地所有权,被马克思主义视为符合社会化的必要条件所谓的社会主义科学观念。 POUM对这两种潮流做出了回应,托洛茨基主义者、三星二亿的仆母主义者与之抗衡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方面是那些不想尽快进行社会革命的人,另一方面是想要按照规范进行社会革命的人。 继斯大林之后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官方共产党的申请。 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Pelmist或Trotskyist解释才是好的、真实的、无可争议的。 今天,我们有斯大林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仆母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陶里亚地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支持库拉契夫所创造的趋势,以及不同的Trotskyist电流。 我们忘记了DDT。 但是,从历史上看,在世界范围内,几十年来,潮流和暗流一直是多重的。 分裂而对立的流派和解释,以各自的方式声称是马克思主义唯一无可争议的解释者。 在俄国革命之前,改良主义者和泛改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和泛革命者在各地发生冲突。 在俄国本身,布尔什维克与列宁、齐切林和斯大林、孟什维克在一起。 与俄罗斯社会民主制度的创始人普列亚诺夫·奥普拉扎乃和马托夫·奥马托夫在中间, 他们是Trotsky,向左和向右击打,他们进行了野蛮的战斗,并互相指责左右偏左。 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洛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利布克内希特·卡尔·利布克尼克领导的革命趋势, 与主要理论家是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介于两者之间的士卡尔·卡尔·考茨基·卡尔·卡尔·科斯基领导的半革命和半改革趋势。 列宁当时是最臭名昭著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看到德国对手拒绝批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 列宁不得不称他谓叛徒·考茨基。 可以想象,考茨基基于宇洛莎·卢森堡和卡尔·利布克内希特一样无可争辩的正统论证, 证明了另外两种倾向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讨论不仅围绕战术问题展开 因为每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始终对他的手势至少保持科学、哲学和教义的把握 他们提到与该战略有关的理论问题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例如,它导致了什么是主要原因 根据科学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什么? 有人认为,这些危机始于原材料的过多 德国杰出的理论家希尔费丁·Hilferding段言应在货币和金融问题中寻求这种起源 而稍后将要讨论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托根·巴拉诺夫斯基教授则肯定了这种解释 经济学家的普遍论断是,市场无力吸收工业生产量,但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调味料调味 在所有欧洲国家地区,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等 尽管在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英格兰 尽管马克思在伦敦写了他的著作并把英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他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资料 潮流仍在挣扎着,并记住了争执,以及反对派的反对派 基督教教会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和异教徒讨论基督的神性、洗礼的含义、认罪的价值、教皇的圣洁或玛丽的童真 而且,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些争端导致了宗教战争、导致假基督徒被真实灭绝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并不重要 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导致了所有非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灭绝 和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在这些大潮流中必须加上小潮流 他们无数 朱利安、戈尔金·朱林·郭克林于1936年离开共产党 而当时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那天,在墨西哥建立了约15个反对派和全欧洲少数派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联系 自然,每个人也假装是对马克思主义真实思想的唯一准确解释者 并用歌曲引用了他 最后,让我们提及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和他的朋友们在意大利所代表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核心 有某些时期的索雷尔·索瑞尔和他在法国的朋友 由阿根廷工会核心组织,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内在潮流 以及在俄国共产党内执政的反对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人 Zinovich、Alehandra-Kalante和Klapnikov,是工人反对派倾向的最后两个载体 其捍卫者将列宁同化为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是后来出现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宣称 三十年来,全世界的官方共产党人在同等诚意的确认列宁主义者 也是唯一的正义与真实之后,宣称自己是唯一的正义与真实 我们后来看到克拉切夫主义的倾向,不亚于前者 而现在,后克拉切夫主义的趋势正在酝酿中 无论走什么道路,马克思主义、正义和真实都将如此 简而言之,当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一有效解释者 正如当前的意大利学派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一解释者是修正主义者 其成员宣称这是1917年至1961年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在他的立场上不仅代表着列宁主义者 而且代表着由鲍迪格·波达埃在1939年创造的鲍迪格主义趋势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运气适合那些相信他们可以放心回答的人 因为如果有可能召集所有学校的所有代表 以使他们达成一致,那么就会发生如此刺耳的声音 巴别塔本身将成为统一的典范 和和谐 这并不能阻止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相信 关于历史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 社会的演变,人类的现在和未来 政治策略和适当的革命策略都只有唯一的真理 国家,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 革命或议会夺取政权 好坏联盟所必须经过的阶段 爱国主义,反军事主义,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程度 应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另一个挫折 就是对国家的利用 而且,一件奇妙的事情 对于这些职位中的每一个 无论多么矛盾 都可以求助于马克思 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多于胡须上的胡须 但是,毫无疑问 整体构成了胡须 可能有人反对 所有政治和社会流派都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 是真的 但是,自由主义,共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会主义 并不是由一个单一的思想家创立的 该思想家为他赋予了自己的名字 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多样性 解释了趋势的多样性 最重要的是 他们每个人都不声称拥有唯一的真理 而由于其起源 科学和教条主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应该表现出思想的统一 凝聚力理论家和次理论家、评论员、活动家、口译员和各方面之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它的分支的多样性证明了其真实内容的破产 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 而是在不断冲突中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 这些矛盾应该使那些相信自己已经在历史中找到反映历史的共同线索的人 加斯顿、勒瓦尔·格斯汀·勒沃 1967年的马克思主义谬论加斯顿、勒瓦尔·格斯汀·勒沃 原名罗伯特、皮拉·罗伯特·皮拉·皮拉·巴黎 1895年10月20日 1978年4月16日 巴黎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 西班牙社会革命的战士和历史学家 点